朋友们今天下午带露珠出去溜弯了 是带着露露小麦接力三个小狗一起去的 但是回来之后呢 只有露珠一个人 而不一个狗身上沾满了其臭无比的味道 但是给他擦身子的时候 什么都没发现 没有任何脏东西在身上 但他从头到脚 感觉每一根毛 每一寸皮肤都沾满了那种臭味 就是像臭口水味 有点像SK2的那个神仙水的味道 每天正常回家的擦狗流程走完之后呢 我又给他用棉洗手套擦了一下全身 又用负离子水喷了一遍 结果还是起臭无比 臭到就是他待过的地方都没办法待的那种 结果家里又来客狗了 露露的好喷狗来福 人家刚洗完澡 特别特别香 然后来福今天对露珠都特别冷淡 露珠进来我卧室躺到地板上了一下 走了之后卧室都是充满这个味道 躺了一下沙发 沙发我妈立马擦了两三遍才擦掉那个味道 接着我还有来福妈还有我妈 一直疯狂给露珠擦擦擦擦擦擦 擦一擦我一文擦一擦我一文 然后一直都在说露珠臭臭臭 我给你们说过吧 露珠是有点小洁癖的 他特别爱干净 我真的感觉他听懂了 而且感觉到了自己很臭 而且他自己应该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怎么就变成一个臭臭猪了 以前洗澡跟要他半条命似的都是抓到浴室里 这回自己打开卫生间的门要进来 感觉真的是想洗澡了 有点可爱有点委屈的小臭猪 然后我又试了一遍 他真的自己往卫生间里钻 OK那话不多说 开始给小臭猪洗澡 洗成小香猪 洗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露珠到底是沾上什么东西了呀 关键时候给他擦了好多遍 身上真的没有脏东西 什么都没有沾上去 但就是有一股气味 而且也没有湿 到底是什么东西沾到露珠身上了呀 看小猪的表情 不止我在思考 小猪自己估计也在思考 自己到底沾上什么脏东西了 哎呀这里好可爱呀 头上挤了泡泡 为什么要挤这么多泡泡 那个头也特别臭 所以把这个头好好的洗一下 猪也很乖 很配合的让我给他洗 再给猪来点护毛素 OK洗完了 又是香香猪一枚 我这和擦车有啥区别啊 不知道 露珠擦身子的时候 这个麦老子在外面哼哼唧唧的 迫不及待的想找露珠了 一开门果然在门口守着露珠呢 你们看看麦麦这个不值钱的样 哎呦我 洗完的香香猪可把小麦给迷 迷得五迷三道的 都跟没看见我一样 半个小时没见 我也没见有一点反应呢 但是小麦刚刚臭红红的猪 你挨大肚里线洗香香的猪 你高攀不起了 知道吗 小猪洗香香之后 出来心情特别好 直接去玩玩具了 在香香猪面前 麦已经看不见玩具了 只能看得见香香猪 但香香猪直接就是一个 干嘛不惯着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 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见吧 大家拜拜